上海80后独生子女照顾脑梗偏瘫父亲的日记 自从前两天为了手机别人跟他打电话的事情 跟我发脾气了之后 我帮他手机整理了一下 然后发现他这两天已经开始喜欢刷短视频了 我帮他装了一些软件 我上班的时候还发现老爸对我的一个作品点了个赞 还收藏了一下 让我觉得很意外 他以前就从来不会去看这种短视频的 而且也不玩手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他有进步 喜欢玩手机了这样挺好 也不会总是下去了 其实我工作的时候能够陪伴父亲的时间颇为有限 下班一回来到家就忙着做晚饭 然后吃饭洗碗扔垃圾 等这一系列的事物完成后 往往都已经9点多了 之后才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之前我都通常回自己的房间去编辑视频 或者玩手机等等 如此一来这样陪伴老爸的时间更少了 所以这两天我就直接9点以后到他的房间里 去玩手机 然后陪伴陪伴他 好让他不那么孤单 我今天还知道他怎么去刷视频 怎么看视频 怎么去找朋友 我看他也很认真地在学习 挺好的 他也很认真地在学习 我看你 他也很认真地在学习 我看他也很认真地在学习 我看你 你这一切都不得了